好,我们接着来继续看线程的控制 这一小节呢,讲到线程的链接 链接的时候呢,用一个函数 p-send-join这个函数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调用该函数的线程或一直阻塞 直到指径的一个线程退出了 那么这个指径的线程是谁呢 是由这样函数的第一个线程来指定的 当这个被指定的线程 调用p-send-excit退出了 或者从启动历程中用niterm返回了 那么这个线程的退出码呢 会被保存到正应函数的第二个线程里边 假如这个指定的线程被取消了 而不是正常的退出 那么它是没有退出码的 这个时候呢,正应函数的第二个线程呢 它会被设置为p-cend-cancel的 整个这个p-cend-cancel函数 如果调用成功了,会返回0 失败会返回一个错误码 调用p-cend-cancel会使指定的线程处于一个分离的状态 我们知道线程在刚创建的时候 如果你采用默认的参数 那么它是一个非分离的状态 如果指定的线程已经处于了一个分离状态 那么调用就会失败 所以呢,在使用p-cend-cancel的时候呢 要求线程是非分离的 我一旦线程已经分离了 那么这个函数注定会调用失败的 我们可以用p-cend-cancel这个函数来分离一个线程 当然线程也可以自己分离自己的 这个函数的原先是这个样子 它只有一个参数 用来指定到底分离哪个线程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线程的链接怎么用的 在这个例子里边有两个线程 新线程第一个 它打印了一句话 然后就退出了 第二个新线程也是打印一句话 接着调用p-cend-detach来分离自己 主线程创造了两个新线程 然后呢,调用两回照样函数 分离去连接两个线程 最后呢,将两个连接函数的返回码 依次打印出来 通过我们上面这些小知识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呢,第一个线程创建的时候 默认是非分离的 所以你去列解它呢 会成功的 因为所以呢,列解的返回值 它是一个零 而第二个线程 由于它自己把自己分离了 所以呢,再继续交易照应的时候呢 它打印出来的返回值 应该是一个出物码 肯定不是零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程序来看一下 我给它起个名字 send.c 这里边我已经将注释写写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写程序了 先来弄两个新线程的启动历程 第一个,send.c 新线程的启动历程呢 它永远是这个样子的 返回值是空心的 参数也是空心的 这个呢,是因为p3的 高亏的函数 指定了需要一个这样类型的启动历程 然后呢,打印一句话 证明这个历程存在过 我是历程一 然后就这条 因为是历程一嘛 所以我让它返回值就用一 然后来第二个历程 第二个历程呢 也是一开始先打印一句话 证明它存在过 我是 我是 现成二 接下来再干一件事 调用p3的tatch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用来分离历程的 分离谁 分离它自己 那么这个id呢 还是用p3的self来获取 大家应该还记得 这个样子呢 现成二 就将自己分离了 然后呢 退出 我换一种退出方式 excite 好 最后来把组程序写一下 在这里呢 需要先提前定义几个变料 这个用来补充p3的刚快的返回值 然后我还需要两个id p3的刚体类型的 tid1 tid2 在创建函数 这个创建函数呢 第一个阐数需要使用的 然后我还需要一个空线转指针 这个指针是用在哪里呢 在p3的照的第二个参数里边 我们需要用一个空线转指针 所以我在这里定义了一下 接下来是来 创建线程了 create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线程的id 需要先取地址一下 第二个参数 线程的属性 我们采用默认 这是一个非风铃的线程 第三个参数 线程的启动历程 实在的方式 第四个参数 创建新线程 我们不需要传参 所以是空 组织第二个线程 我们复制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先判断一下创造函数的返回值 我直接用一个表达式判断就行了 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大家应该懂 如果创造失败了 我这个要求呢 两个创造都成功了 如果有一个创造失败 我整个这个主函数呢 就会特出的 所以如果失败了 就会打印一句话 create new set failed 如果创造成功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写打印一句话吧 证明主线程存在过 我 是 主线程 接下来就是链接了 用p实在的照项函数 链接函数 第一个参数是指定内接哪一个线程 我们有两个线程 分别去链接 第二个参数 用来保存 指定线程的推出码 注意这里边是个二级指针 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那么 第1个 tid1 然后第2个参数 vital value1 因为我定义的是一个一级指针 所以在这里边呢 需要取缔值 然后呢 再来一个 假如点接1d2 转 pid2 最后我需要将这个 反 返回值 转函数的返回值打印出来 所以呢 我直接用printfor一句 去打印一下 就行了 正一的返回码 vital value是 百分之地 百分之地 港 然后 再答应 printfor 将2的返回码 同样也是个百分之地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需要将两个指定现成的退出码来打印出来 那么它的退出码会保存在交易函数的第二个参数里边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来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保存 我们来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保存 同样的 同样呢 我将第二个函数的退出码打印一下 然后再复制粘贴 第二个 第二个图取码是 t262 也经过强制转化 最后 我再打印一句话吧 printfor 我是主函数 因为我们这个程序呢 主线程先开始运行的 一旦创造出两个线程以后呢 采用这样函数 主线程自己就会主色了 去等待这两个新的线程运行结束 同时呢 新线程的结束码呢 也会保存在这个这样函数 第二个参数里边 然后呢 我们将这样函数的返回值 打印出来 看看到底有没有列结成功 接着呢 再将 两个线程的退出码 也给打印出来 因为它会保存在 这样函数的第二个参数里边 最后呢 这两个线程运行完毕以后呢 我再打印一句 我是主线程 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中间被一直主色了 一直直到其他两个线程完成以后 它才执行了 最后再加一句返回值 接下来让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 编译没什么错 执行一下 看看有没有错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程序 执行的时候 第一句话 打印了 我是MateSride 来 我再打开一个端口吧 让大家看一下 对照的程序来看结果 这样比较轻松一点 我已经按Sride MateSride Jone.c 第一句话 先打印出来的主线程 证明它存在的 接下来 然后就调用两个Jone函数 我这个用printfile打印之后呢 它肯定先调用的Jone函数 调用这两个Jone函数了 那么间接的 新线程就马上就去运行了 新线程一 新线程二 当新线程用线完毕以后呢 主线程就开始执行了 Jone1的返回值 就被打印出来是0 Jone2的返回值是22 我们知道Jone这个函数呢 一定要它成功了 才会返回一个0 失败了就会返回一个错误码 看 这个 第一次Jone的时候呢 返回0 成功了 第二次呢 返回22 它失败了 其实呢 就是因为第二个线程 调用了一个detach函数 它将自己给分离了 所以呢 再一次调用P3的钢 这样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连接线程二 这个时候就会错误 返回一个错误码 它是22 简介呢 我又在 这种函数里边的第二个参数 将它们的 推出码给取出来了 第一个线程的推出码是 1 第二个线程的推出码 是这么多 然后继续打印了 我是组函数 我看第二个线程的推出码 好像有点问题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线程的推出码 因为第二个线程呢 它是被连接的时候失败了 所以推出码也无法保存 想看到这个推出码呢 我们可以将这一句话屏蔽掉 detach这句话屏蔽掉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推出码 12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将detach这句话屏蔽掉 这边我就写关了 我来看看修改了没有 刚才我打开了两次 看看有没有问题 OK 修改好了 然后继续编译一下 最后来执行一下 重新给大家执行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第二次调用p3 这样函数呢 它也是成功的 因为我把那句话又给屏蔽掉了 嘛 紧接着呢 会获取到第二个线程的推出码是2 这个就符合了我们在这里边说讲到的 如果现成已经分离了 那么你电用就会失败 没有分离就会成功的 而且这个是detach卡属可以分离现成的 最后呢 这个p3s状的第二个参数呢 会保存着 呃 现成的推出码 我们再来回到这个程序 我还让它回到原来的样子 呃 先让它 第二个线程处于分离状态 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到它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第二次照样的时候 这个p3s状的照样哈组 返回了一个错误码22 我们 来打开一下手册 那么我讲的东西呢 都是手册里边有的 我只不过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p3s状的照 我们来分析一下手册里边的错误码 其他呢 我就不分析了 非常简单啊 就是说在等待一个直径的线程结束 最重要我们来看一下错误码 因为现在我们出错了 对吧 第二个这样的时候呢 呃 失败了 我们看它失败嘛 有什么原因 这里边呢 是一些红定义 那么到底这个22是谁 我还得打开一个 我们需要找一个出错的文件 arrow.h 这个arrow.h在哪儿 在user是我们的include 然后呢 应该是这个 arrow number 在这里边 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22 它指定的是谁 哦 看 是这个 是这个envalue 无效的参数 22是这个 我们再来回到手册看一下 这个值 它是代表的22 也就是22是它 我们看这个出错原因是什么 线程是一个不可连接的 或者呢 线程已经被连接过了 很明显 在我们这里边 得到了一个推出码是22 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线程是不可连接的 因为你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分离状态的线程 这是无法连接的 所以呢 返回的戳码是这个样子的 只不过我用一个百分D 将它打印了出来 这就是线程的连接 中途讲了一个小的函处 才给插入了进来 线程的分离P算的GundiTouch 最后呢 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我在这里边呢 其实有一句话我没说到啊 当一个线程 调用P算的照样返回以后 其他的线程 就不能再调用这个照样函处 连接你一定指定过的那个线程了 这个留给大家的作业 大家去证明一下 也就是说一个线程 一旦被成功的连接以后呢 其他线程是无法连接它的 大家去证明一下 其实这个非常容易啊 从道理上来讲呢 因为一旦状态函数成功以后呢 就把线程分离了 而且他又说了 分离状态的线程是无法来连接的 所以呢 一旦你第一次掉用状态函数成功以后呢 第二次其他的线程 就不能用端号数来连接它了 关于这一点呢 大家用作业 去证明一下它 大家看得到这个概念 每ían的时候了 看到구매打 给看一个组成功的 甚至是